去哪儿 我送你 你是深圳异校的学生吗 我不认识你啊 我认识你 上个星期五 你是不是拍广告去了 那香皂是我的产品 来吧 上来吧 不用了 我还是等公交车好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谢谢啊 我还等车好了 别等了 上车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卫元 卫元 异校都几年纪了 我是毕业班的 今年就毕业了 舞蹈班 不是 我学播音主持的 学主持 那你舞跳的还行 不是说那天都是舞蹈班的吗 舞蹈班有一个女孩子病了 我过去帮忙找你外快忙 还挺有经济头脑的啊 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湖南人 湖南呢 那怎么到深圳来了呢 跟我父母一起来的 父母 父母干什么的呀 建筑工程师 这也挺好的 这工作挺吃香的 你看这深圳 满大街到处在盖楼 他们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一起车户去世了 对不起啊 那你在深圳 还有别的兄弟姐妹 我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那经济来源呢 我姨姨每个月会给我寄一些钱 加上我自己在外面打工赚点外快 好 我现在就是要去一个健身房 给他们带舞蹈课 一个星期两节课 一次来卖块钱 蔚兰呢 你以后想过干什么吗 想有什么用啊 我的理想是进电视台做一个 主持人 但是我们只有中庄文凭 即使回老家 也会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更好办在山珍 开慢点 前面又转到了 谢谢啊 但是她先让他们在里面打工赚 你们一个人打工赚 которые都会有对手 他已经不得了 你们一侄得了 这时候你不得了 那天肯定会死了吧 我有点爱 抹饭吗 我们就在习年代表人家 还有我这家里的监督 有点爱 我记得你 这是一家里的监督 你也不知道 我记得你 你有没有 欢迎欢迎啊 台长跟我说过了 欢迎你啊 来 快请坐 坐坐 我不坐了 我站着吧 快请坐 快请坐 委员 说说看 你想去什么部门啊 这还可以挑的 当然啊 不过别的人是没有资格的 张台已经打了招呼了 问你想去哪个部门 我不清楚 咱们都有什么部门啊 这里是我们电视台 除了行政和技术部门以外 所有的栏目和部门了 小妹 开始 好 停 很好啊 大家再来一遍 你啊 一会儿走过来的时候 要走点味道 女人味 怎么样 好 好 道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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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别跟木头一样啊 表情 再整齐一点 好 辛苦辛苦 再来一遍啊 两会儿 哎呀 再来一遍 老板 新产品的广告 已经拍完了 还有 微卫已经在电视台的 《请你原谅我》节目 当上了主持人 这一个人的梦想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 是啊 我也觉得挺快的 我实现我的梦想 花了七八年的时间了 可好多人的梦想 一辈子都没有实现 那就是命 那是他们的命不好 看来这个 有钱还真能让鬼推磨啊 老板 要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我们花那么多钱值吗 钱值这个数字 我看见魏元 就像看见我老婆以前的样子 和我的样子 主任 你找我 坐吧 什么事 我正录节目呢 录节目不在这点时间 你先坐 雷儿 听很多人讲 你最近在栏目组里 很不好合作啊 谁说的 是惠东吧 不光是惠东 上期的节目 他把我拍得那么难看 一定是他来你这告状的 还有邵飞孙金他们也这么说 说你到栏目组的时间不长 脾气长了不少 小人还真多 魏元 我劝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你现在还不是大牌 听说你和于敏 要争什么娱乐大典的栏目主持人 我们栏目的收视率 现在也在提高 娱乐大典是我们台的王牌节目 我当然想争取 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不就是个一校毕业的学生吗 我们电视台凭什么指名要你啊 你以为我们真是看上你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再有钱 主任 我是凭我的本事吃饭 我背后能有什么老板啊 你还让我把话说白吗 在你身上发生的童话故事还少啊 你还以为你自己真是白水公主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 要是不给你掏钱了 我看你在电视台怎么混 主任 你能把话说清楚吗 你还叫我怎么说清楚 你就拍了两个广告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张台都不用说话 我就可以把你开了 老板 给我们公司拍广告的女孩 魏元来找你 她来干什么 她拿的是电视台的记者证 说是有重要的事 让她进来吧 稍等 老板 魏元来了 喂 那你先出去吧 来 魏元 喝口茶 坐吧 干嘛呀这是 萧总 我现在才知道我是怎么有的今天 以前我还天真的以为是我自己运气好 原来是你一直在帮我 原来是你一直在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不需要感谢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一呢 你身上有我老婆以前的影子 二呢 你是孤儿 我也是 就这样 就这样 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有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也是我人生当中 应该算是最好的年头吧 我跟我老婆一块儿 经历了很多磨难 只是不希望你经历的现象 尽管成功